哎,我说到这个用童工干苦力啊,你首先会想到哪个国家,非洲国家,或者那些第三世界国家,但实际上呢,这个问题呢,在美国也是同样存在的,因为最近啊,我看到很多朋友at我,就让我看一些视频啊,一些报道,就说美国这个什么非法苛扣童工啊,包括美国居然,很多人都不相信啊,居然得到2022年了,还有地方可以使用童工啊,我很不幸的告诉大家,这个事是真的啊,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极端啊,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。 而且这个东西我比较有发言权,因为我也曾是一名光荣的童工,你知道吧,哎,很多人说你看看张次令,你这又要洗啊,这个胖子怎么老替美国洗,真的啊,你听我说,我这先给你抛出一张东西啊,这个东西是中文版的,你肯定能看懂的,是什么呢,啊,是美国劳工部工资和工时处发的一个PDF的表格,那么由于美国的有各国的移民啊,所以说他劳工部的文件呢,啊,是同样的一份文件,以不同的语言印发的, 所以说中文的你是能看懂的,其中对童工有明确的规定的,哎,很有意思啊,你们自己可以看看,其中童工规定了青少年是可以做工作的,13岁及其更小的员工,可以当临时保姆,可以去送报纸啊,可以当演员啊,因为美国是个,号称是个法治国家嘛,对不对? 那你说不能说一个小婴儿啊,我去参演一部电影啊,你不能给我算工资,对吧,那肯定要算工资啊,而且要归这个所有的,14岁到15岁呢,诸如办公室的文员,杂货店,零售店,电影院,游乐场之类的企业,允许14到15岁的青少年做些许工作,啊,16岁到17岁呢,经声明可以干 非危险性的任何的工作,知道吧?而且呢,18岁以上就没有限制了,而且他对14岁到15岁的青少年可工作的时间呢,做出了严格的限制,上午7点到晚上7点,就是说工作只能在早上7点到晚上7点之间,六一至劳工节的这个阶段,工时可延长至晚上9点,上学日中呢,最长的时间呢,是三个小时啊,包括周五,就是你每天最长不能超过三个小时啊,一个上学的周中,就是一个上学,就是一 一周啊,你最长不能超过18个小时,就是在上学的时候,如果暑假的时候呢,就是那你就自己自由了啊,你说我想出去勤工点学,那你每一周不能超过40个小时啊,就是说每天干八个小时啊,不能超过五天,知道吧?其中呢,其他的呢,就是一些家庭的医疗休假法呀,包括这个移民和季节性的农工的保护法呀,对吧,还包括啊,规定了向工人支付到期的工资呀,为外来的这个农场的这种员工啊,是吧, 符合周安全标准情况下提供住房啊,包括什么什么,包括这个公平劳动法呀,就是美国劳工部下发的啊,大家都可以看看,这是官方文件啊,啊,从2009年开始,最低标准就是七块两毛五了,看到了吧,所以说每周的那个,啊,最低的那个五块一毛五,根本就不做数的,人家只是二十多年没更新,如果最低的,可向收小费的员工,发的最低的薪水,是两块一毛三, 但是他明文说了,必须小费加上现金,不能低于最低工资,如果低于最低工资,由雇主补齐差价啊,就算你找一个两块一毛三的工资,他加上小费,你也必须超过七块两毛五,不超过七块两毛五啊,由雇主补齐差价,而且是最低工资标准啊,而且这个是09年实施的,知道吧,所以说美国有没有同工呢,是有的,而且是明确写进法律里的, 他这个同工相当于什么啊,美国确实有青少年在做很多的同工,这个同工呢,啊,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,就是,其实你来到美国,尤其你上高中初中,你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,包括大学,就是中国的孩子吧,就是同时中国国内来的这个孩子吧,他,他都不打工,基本上他都问父母要,你像我们这些,在美国接受初高中教育的,或者有些甚至,接受小学教育,或者在这生子,在这长的这些白人家的孩子,啊,黑人家的孩子,拉丁地的孩子,从小都工作, 他怎么工作呢,就比如说我当年的零花钱,啊,有时候是我妈要的,后来我妈就说,你要想要钱,你要想要多钱,你就自己去挣,那没办法,我就只能自己去挣,比如说,我干过星巴克,啊,干过麦当劳,这都是放学以后你去干,或者周末你去干,我还在麦迪逊广场花样,NBA球场卖过票,这在美国非常正常,包括以前我有一个,啊,朋友,我们那批人当时都有工作,啊,我那个朋友有个朋友,因为美国规定12岁以前不能自己单独带在家嘛,然后他就是,哎,当年呢,他就是, 他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,他是个小女孩,每天的工作就是什么呢,就是到这个一个小学,啊,把一个一年级的小弟弟接出来,接出来以后,哎,带到,啊,这个家里,因为他是高中生嘛,带到这个小弟的家里,然后,哎,他就一边看电视,一边写作业,或者一边打游戏,一边写作业,然后呢,哎,一直等到这个六七点钟,这个女主人下班回家,啊,或者八点钟,女主人下班回家,哎,他的工作就结束了,按小时,按谈好的工资标准 给他付钱,啊,这也是当年一个,啊,很常见的工种,啊,包括有些去农场打工啊,有些去矿场打工啊,这都是很常见的,因为一个是暑期工嘛,其实这个大家现在也很能理解,暑期工咱们现在也很多啊,只是说,我们国家规定可能16岁还是18岁以下的小孩不能工作啊,美国他没有这样的规定,美国是,啊,他不管在小行超过七岁超过几岁,他就可以工作了,就比如说是,我打个比方啊,比如说是,我帮你送报纸,啊,是吧,我骑个自行车,拿着十份报纸, 把这报纸扔到各家门口,就这你都得付的钱,没有吧,很多人说美国为什么,直到今年了还有像这种可笑的法律,就是不能堕胎,啊,不能这那,不能如何如何,因为美国他本质上他是一个清教徒国家,中国当年的这个护国主克隆威尔,就他就是一个清教徒,什么叫清教徒,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,就是每天996,啊,不要消费,啊,不要喝,不要抽,不要,然后反正就是吃喝享乐都不能干,然后呢,就是以工作为荣,就是以996为荣,就是以 相信福报为荣,啊,这就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,知道吧,每个人都推崇高尚的品德,我们只生产,不消费,啊,基本上美国就是这么一批清教徒建立的国家,美国的这个,为什么说美国的这个独立的那个叫清教徒革命啊,就是这么产生的,所以说美国虽然说后来他发展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,但是他的清教徒的属性还是非常重,尤其是在美国的很多州啊,他还是以工作为荣的, 他只是,他公布了这些的劳工的保护法,但是他不设下线,所谓的联合国那些保护儿童的这些法律,他都没有加入,因为美国他就是这么一国家,有些中现在都不能堕胎了,包括18岁以下,其实18岁以下的这个工作,比如说每天工作三个小时,其实他就是留给你放学以后的,知道吧,我现在可以再给大家贴一个,比如说我搜奥兰多地区,再搜学生俩子,适合学生的工作,大家可以看看他们实际是给多少,因为七块联邦五是最低工资那联邦法定的, 但正是你七块联邦五,其实这种工资很少啊,这种工资很少,这二八经的每个州基本上都不会给,真正给到七块联邦五这个工资,真正工资大家可以多看看,有餐馆的收银员,有这个,有那个,是吧,哎,有各种的农场,有办公室的这种帮工啊,大家看看这个工资是多少啊,所以说啊,基本上美国的18岁以前是存在同工呢,是存在的,而且是美国法律规定的,就是有同工的,因为,但是事实上的这些同工主要是用来干嘛呢,啊,就是这个, 赚零八钱啊,这种比较多,但你说有没有出现科扣,比如说在远处的那些农场里,来的一些非法移民,非法劳工,连身份都没有的这些,存不存在科扣,我相信也是存在的,你不能说这种事没有,对吧,哎,我只能说是这种事是存在的,可能很多人说,那我看这个纪录片里,美国的同工就是生不无死,什么拐卖人口啊,什么劳工啊,这些,是吧,哎,什么黑户啊,劳工啊, 这种问题太多啊,就说美国是一定有的,但是你说绝大多数的学生工作,他都是被当成同工压榨吗,并不是,啊,而且人家是按照正常的东西付你工资的,包括你去麦当王这些地方工作,你虽然说工资不高,七八块钱,八块到十块,啊,或者十一十二块啊,现在涨工资了,有十一十二块,啊,那,但是学生人家专门说了,就是你干购多长时间,我给你两千五百块钱, 美金价值的大礼包,比如说,啊,有文具啊,有各种东西啊,就是送到你学校,啊,包括你能申请这些福利,或者债款,或者给你多少钱的礼券,你能来我这儿白吃,啊,他这些东西都是有的,所以说同工这些东西呢,每周的,每个周的标准都不一样,啊,他联邦,他是有一个总的规定,你知道吧,哎,各行各业的工作呢,只要不够十八岁,危险性的工作不能干以外,别的工作都能干,我们反正零花钱一般都是自己挣的,啊,基本上在美国呢,来这儿上学的, 学生基本都会打工,包括欧洲人,包括任何的地方,啊,当然了,啊,大家差不多只有一个国家的人,十八岁以下他是不工作的,他绝不会工作的,啊,就都是家长给钱,就是咱们中国人,啊,啊,是不工作的,然后这个印度人工作的也比较少,但通常我们在本地长大的华人,啊,或者说是这些本地上学的这些,啊,都还是工作自己赚零花钱的,对吧,有时候他可能也不是因为穷,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,啊,自己的零花钱自己挣,啊,从小就是这种情况,比如说我就给我妈当过童工,对吧, 我妈作为老板呢,当时差不多是一小时付我,我记得多少钱,八块钱还是多少钱,啊,然后我帮我妈,是吧,扫血,啊,当时我妈,啊,包括袁哥,啊,我妈还,我妈还干过这么一段非常血泪的事情,就是,啊,反正他雇佣我跟袁哥吧,啊,花了三十块钱,让我俩把他那个车里里歪歪给整干净,啊,也有被我妈压榨的这个黑历史,啊,我还给袁哥他爸干过,啊, 就是,哎,发那个广告单,你知道吧,哎,那个是一小时给十块钱吧,啊,也是,也是这样的,你知道吧,哎,反正就是就很悲惨,啊,就是美国就是这样,六亲不认,啊,连自己亲妈都这么压榨,你知道吧,他那个是怎么弄呢,就是我爸出车出游,啊,是吧,然后,然后,哎,每家每户,拉着我俩到一条街,然后我俩,哎,就这么发,你知道吧,哎,到放到人家门口,我们就走,一小时使刀吧,当时我爸给的工作, 还是我妈给的工作,反正就很罪恶,啊,他们这些资本家,就被他们压榨的真的是很罪恶,啊,就差不多就是美国,就这个,童工就是这么一种情况,啊,当时在美国,因为我是当过童工的,我是知道的,因为给自己赚零花钱吧,对吧,哎,在美国这样一个罪恶的国家,你也,你也必须得,啊,参与到这个中间去,所以说很多朋友问我有没有童工,啊,是存在的,啊,童工这个学不学累,啊,也是比较学累的,你说当时我年纪十五岁,是不是,就被压榨的干这些活,也是比较累的,啊,十六岁,十六岁, 不好意思,啊,就是吧,没有人保护我,所以说,在美国呢,啊,就是你可以找童工,反正你给工资就行,啊,你,你愿意让他干啥的干啥,就是18岁以前不能有危险性,啊,其他的无所谓,啊,就是这么一事,就有些朋友问的这个纪录片呢,为什么纪录片得看着那么血泪呢,反正就美国拍纪录片吧,就美国家拍纪录片,风格不一样,你知道吧,就是,你,反正你看美国搞数据,搞纪录片,就是,你看完就是这国家没法活了,这国家就是,所有全民最好都去跳楼,啊,就是这种感觉,啊, 看美国数据就是,你不管看什么数据,看完以后,你都觉得心里特别沉重,因为什么呢,因为你都没想到美国的数据,在统计出来是这个样子,比如说车祸,啊,比如说,啊,因什么,抽这个死亡的人数,啊,因这个,啊,每年什么这那死亡,什么,你看完你都跟你吓死了,你知道吧,哎,但是如果你看有些纪录片呢,你就会觉得,呀,看完,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,啊,就每个纪录片的风格不一样,是吧,哎,不一样的风格呢,反正你看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,美国西方搞纪录片一向就是这样, 就是卖惨,就是他不惨,你不看啊,对不对,他不惨,你怎么能哭呢,对吧,这白左做纪录片一般都是这样,啊,白左你看,就是我推荐大家,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什么北极熊的纪录片,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什么,鸡犬,牛犬,什么狗犬的那个纪录片,啊,给鸡鸭鱼,牛,狗,争取权利的纪录片, 一遇看的你身上了一下,你白左这拍纪录片的拍的都很真实,拍的都非常好,难道这种情况不存在吗,虐狗不存在吗,虐猫不存在吗,是存在的呀,啊,你看白左拍的纪录片,你都哭死,啊,是吧,包括一个变性人,他的血泪史,啊,包括一个什么,血泪史,哇,纪录片,你可以去看,啊,看完,反正你就觉得,就美国,你简直就应该用核弹给炸了,就是,就,反正就是这种感觉,你知道吧,哎,所以说,啊,同工的真实情况呢,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,啊,是吧,真实的压榨, 是存在的,啊,但大部分的同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,啊,而且美国劳工部的官方网站上,中文版的,我也给大家贴了,啊,是吧,哎,大家也可以,我也,我也不断章取义,反正整个的这一篇,劳工保障,包括农工的这些什么,我还是都在这,啊,大家自己看,就是了,啊,包括最低工资什么的,都给大家贴出来,那行,那这期聊到这,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东西再跟大家说,这期聊到这,大家,拜拜